长得那么咬牙切齿 这样子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包图起来了 它就不会掉了 这样子OK吗 OK 好的 必全排 非常快的速度 我们请各位把这两个练习一下 看你是当地 Donuts 还 Mr. Donuts 都一样 好 我现在需要两条 所以我把铁铁铁线把它吃掉了 好 我们的Model学长呢 ρά 请注意 这是两条的包包 那两条包包基本上 我们常用在哪一个地方 跟各位报告一下 标题上是肩部包扎 所以当然肩膀一定有肩膀 对不对 还有哪里也会用到同样的方式 這個叫做墊鋪,不是魂鋪 這個位置,等一下你各位看一下就知道 為什麼這樣子的包法會在這個地方 那這樣子的包法需要兩條金子 一條當成固定袋,固定的,一條是包紮用的 好,所以這條固定袋的,你說我缺一條三角金 沒有關係,請你把背底的那一條圍巾拿出來 那個絲巾拿出來用,或者是那個大陸長城牌的絲巾也可以拿出來用 就是一條袋狀的,那要不然你就把你的DOWN EAR的領袋拿出來 也是可以的,就是一條窄袋,這樣子OK嗎? 好,這是你的一條窄袋,已經有一條了 再來,這一個部分,我們需要有一個部分包起來,對不對? 好,看肩膀大小,一般來講肩膀比較小,我還是用一半就可以了 好,兩個料理準備好了,我們現在要把它mix在一起,把它煮在一起 想一下,這兩條怎麼會在一起呢? 就是要把它mix在一起,固定在一起,這一條是固定的,這一條是要包紮的 好,最簡單的固定方式,是把它mix在一起 這樣是不是?兩個人就,你濃我濃,濃了就和在一起 OK? 這簡單吧,好,我先這樣很簡單 但是它會掉,所以要再整理一下 OK? 假設它是右邊,肩膀受傷,這裡 你可以想想看,其他方式不太容易綁這個位置 你靠上去 剛剛這邊,我捲在一起的這裡 就讓它壓在裡面了,壓在裡面了,記住壓在裡面了 好,這邊倒過它的翼窩,打結,我一樣打在前面 一樣的停結 一樣的曲曲 欸,學長這樣會不會太緊嗎? 不會,它非常支持,肌膩很緊,所以不會 好,先大概把它嚐一下 好,另外這邊,這個樣子 稍微折個邊邊 繞過它另外一個翼窩 這個時候請各位稍微記得,也要收一下 好 這種小動作,不太看得見 收一下 繞 交叉就好了 出來 打一個平結 太緊了 抬個平結在這邊,收起來 這是我的肩膀的爆炸,OK嗎? 好,我這個時候有沒有像魔術表演 各位就知道我的工作是魔術師 好,示範一下我們的文部的爆炸 不要告訴我 接掌後 好,馬上學長看 好,一樣 是不是又要一根帶子 然後一個爆炸的地方 因為墊部基本上比較大 所以在這邊,各位看一下,我可以這樣子先把肉大塊一點折進來,對不對? 再折下去,這樣是不是就壓住了? 好,骨出來這邊是朝外側喔 這個在外側,不是這樣子下去,不是,是反過來 這樣子去靠近患者,OK? 好,一樣給他一個腰帶 這個時候看不到解,你也要再打對 等一下,不小心人家馬上來解答 錯 其實錯的是我講到你對還錯,你們也看不到 好,等一下再收,來,你們的收,好了,放起來 這邊一樣,這個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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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有點一樣,不太憋啦,憋得動作緊,各位就要慢慢捏 這樣,包式OK嗎? 這是肩部的包裝,還有 這個就很簡單的,所以我們一口氣要把它介紹完 額頭 額頭 現在開始跟各位介紹的就是所謂的帶狀包裝 帶狀 好 你把它折成 宰帶,OK 宰帶,宰的帶 宰的帶 好 基本上患者 從哪裡,哪裡受,哪裡受傷,從哪裡開始 稍微偏一下就更好 好,假設正中央開始 正中央受傷 我會稍微把三角筋的中間稍微往旁邊偏一點點 跟剛剛包頭部一樣 只不過現在你就是這樣繞一個形狀 交叉 回來 剛剛各位有沒有印象,他是受傷偏一點點 對不對?我會偏一點點 因為他在這邊受傷,偏一點對不對?我打在中間 我的開始的地方跟他受傷位置錯開了 那結尾就在我開始的地方 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假設他這裡受傷,我就從這裡偏一點點 繞一圈,回來 我也是打一圈,打在這裡 當然他在正後方受傷,不好意思 我就不會從這裡開始 我會寧可選擇在邊邊開始 因為一樣,我不會把它約束 這個很簡單嘛 簡單,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繼續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非常精彩的帶狀 各位也非常喜歡的一個造型 OK 下函部的 好 這個包包下函部 這些左邊右邊手上都可以用 就是你剛剛頭部太陽穴這裡 繞過來 側邊 就是你剛剛頭部太陽穴這裡 交叉 繞過來 側邊 請注意耳朵不要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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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部手 千萬不要這樣,靈靈技術不好 交叉,過來,在這邊打結 再前面一點,不要正壓著太陽去,靠前面一點 好,手起來,這個也很簡單吧 簡單齁,都沒有啦 難的在這裡 剛剛各位碰到的所有的部分都是所謂固定的部分 其實你在胸口,臀部這邊都是比較固定的地方 但臀部這邊,你說臀部這裡在動,但是我們包的是這邊 這個部分本身不動,現在要在可動的地方 什麼地方?手肘、膝蓋 這個都是這樣動的 這個都是這樣動的 所以你用剛剛那些方式 動每兩下子,它就會開始鬆掉 好,我們現在要介紹的這個部分 手肘跟膝蓋 好,這個時候,基本上 折著帶著,你看比較寬 比較寬 那我們要達到的作用是怎麼樣呢 是一開始這邊,壓住傷口 後頭的兩個動作 是要把你這個 這個第一開始的這個 三角巾,兩側把它壓住 讓中間變成可活動 兩側是固定 中間是活動,就是這樣子 我們要做成的目的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動的部分是哪裡? 就是你手肘這裡 OK,學長 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有點驕傲 好,第一個 手肘包的時候 是要圍區 學長這樣子是很霸氣 其實是稍微小了一點就可以了 圍彎就可以了 好,中間 來,這裡的中間 三角巾的中間 引住手肘的中間 這裡 是不是這樣覆蓋住了 OK 這兩根 在內側交叉 交叉 是不是有一根在上面 一根在下面 下面的這邊 壓住下面 我剛剛不是說要把它壓住嗎 上面把它壓住上面 對不對 這樣子是壓住壓住 這裡是鬆的 OK 拉到外側來 打結 OK 這樣OK嗎 看這個表情不太OK 因為大家有點遲疑 這樣子,有看到嗎 好,有點遲疑,沒有關係 我們把膝蓋的再介紹一次 大家再把兩個串在一起 好 因為膝蓋我一定要分開來介紹 這個就不是一口氣兩個可以 好,膝蓋 膝蓋 跟手肘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它尺度比較大 你再怎麼樣 你的腳一定比你的手粗 第二個 大腿小腿 是不是粗細比例又更大 所以有幾個小技巧不一樣 第一個 摺三角筋 三角筋 我的習慣像大腿的話 就是手 膝蓋的時候 我會摺三分之一 因為你的三角筋的寬度 基本上要跟你的大腿寬度是一樣寬的 所以我摺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過來 摺過來 這樣是不是比較寬 好,第二個 剛剛手肘的部分 是不是一開始 三角筋的中間是頂在手肘這裡 為了配合我們的大腿 大腿跟小腿 粗細差異很大 所以一點小調整 開始的地方 中間 三角筋中間 是在大腿的內側 來 側邊 各位看一下 三角筋 看不見 三角筋到中間 在大腿的內側 好,方法完全一樣 繞到後面去 下面的壓下面 對不對 上面的壓上面 因為我剛剛有調整過 把中間在這裡 所以,來學長 你看這兩條是不是一樣 有沒有 好,我們再做一次錯步的示範 重來 重來喔 中間是不是在這裡 好,我中間在膝蓋的中間 一樣的方法 上面繞上面,下面繞下面 好,來 有沒有看到長度差異很大 這樣了解了嗎 好 再來一次喔 正確的喔 中間 是不是在這裡 好 中間對準大腿的內側 好 OK 繞過來 有一根上面 一根下面 下面的繞下面 繞過來 在外側就停掉了 上面的繞過來 到外側這邊 一樣長嗎 好 在小腿 小腿的下面 把皮鞋 收起來 來 來 學長請你動一下 腳 有人要求你起來走一下台 抖抖 抖抖的 抖抖跟膝蓋的部分 好,請各位練習一下 好 我們動作加快 一起做的時間 大家把它搞進去 好 我們歡迎我們的摩特爾學長 這個部分 跟各位介紹的是 手掌的 金狀包大 代狀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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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部分 我要試著倒著 有點困難 但是還是得試試看 好 好 三角筋 抖騰 帶狀 抖騰 帶狀 抖騰 OK 一長一短 差不多2比1 這樣一長一短 這樣OK嗎 好 三分之一的地方 放在你的手掌 短的在內側 短的在內側 我們把短的在內側 長的在外面 長的在外面 好 長的在背後的部分 是水平的 這樣子走 這樣子走 在前面的地方 不要讓它交叉 好了 這樣在後面 是水平的走 還是交叉 水平 這樣叫水平 這樣叫水平 OK 交叉是什麼 這樣叫交叉 這樣叫交叉 水平 在後面都是水平對不對 交叉 交叉 再往前 對不對 後面 水平 交叉 這邊是不是剛剛那一段短的 OK 拉出來 到虎口的這個地方 打結 來請學長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是這個樣子 後面是這樣 前面再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 是不是有這樣交叉交叉 八字型 是 是 這樣有了解嗎 沒有問題嘛 好 現在請 找到模特兒 先兩個人 一起跟我做一次 你如果覺得說 欸 好像剩下了太長 沒有關係 兩個兩個 欸 欸欸 動手不動頭 要不然大家聽不到我的 摺層窄袋 OK 抓住長的那一邊 短的那一邊 短的那一邊 短的從內側喔 好 到後面 水平的好 後面水平 前面斜交叉 前面斜交叉 後面在水平的 橫過來 前面斜交叉 後面水平 前面斜交叉 好 停了 然後把剛剛那一段短的 然後到我們屋口這邊 打結 屋口知道在哪一邊啊 好 檢查看看前後 是不是一樣 學長你可以去 晚上我時候有練習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靠近拇指這邊 我現在中間靠在這裡 手手這裡 靠在這個 關節手腕這裡 好 拳頭這邊 從外側 包過來 外側包過來 另外那一條 從內側 轉過來 OK 然後在 補口這邊 打結 就這樣而已 好 來 來 來一次喔 你看都很簡單嘛 好 正中央在手手這裡 不是 不是 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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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外側這一個 外側這一個 包住 刺跟手指 對不對 內側這邊 繞過來 內側這邊 繞過來 內側這邊 一樣 繞過拇指 繞過來 在補口這邊 在補口這邊 把鞋 就這樣 好 看不懂了 沒有關係 等一下會有機會練習 好 重點是 內側 拳頭 拳頭的內側 一定要握住 一個 握裹的地方 要不然它會鬆掉 裡面一定要支撐 那最簡單的就是 捲頭的封帶 一捆 讓它包起來 好 下面一個 這塊很難嗎 好 不要緊張 三角筋 正中央 這是頸部 好 請講 哪邊做上 頸部 頸部的哪邊 右邊 右側 好 不管左邊 右邊 這樣子過來 對不對 那 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要利用 我們身體的自然的部分 把它這裡有點壓迫 是不是要這樣子拉過來 OK 所以我這個在中間 它已經快 差不多了 好 這個外側這邊 受傷的翼側 這個是右邊 對不對 左邊這一條 繞過它左邊的膝蓋 不是 隔著我 肩膀 下面 對不對 繞過來 另外這一端 直接綁過來 在前面這裡 這個是不是一個八字型 有沒有一個八字型 再來一次喔 再來一次喔 不管左邊右邊 都是從正中央開始 好 患者的 受傷的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繞過背後 轉到前面來 對不對 受傷的這一根 這一邊 轉過來 直接轉過來 打結束 打結束 是不是一樣打平結 對吧 OK 好 現在故意 它受傷在左邊 你們說我做 好 開始 右邊喔 再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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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前面什麼 這樣有簡單嗎 有喔 有活活嗎 這樣子OK嗎 這樣子OK嗎 還好齁 還好齁 要練習嗎 不要啦 因為我快吃飯 這個部分 請各位 鼓勵練習一下 那我 好 謝謝學長 那我們給學長一個 掌聲 有些時候 很多事情是 做錯了 比不做更慘 做錯了比不做更慘 包紮這個東西 還好一點 我只能說還好一點 沒那麼嚴重 但是請注意 一定是穩固 牢靠 然後很服貼 那這個怎麼來 就是靠各位多練習 多練習 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好 多練習 請說 什麼情況下 你會爆炸 什麼情況下 你一定要處理完 直血消毒 一定要處理完再做爆炸的動作 那你就處理直血的問題 務必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它沒有直血 沒有處理掉 不做爆炸的動作 爆炸沒做好 也不做搬運的動作 這是有它的持續性的 有它的持續性 那甚至你 你再講嚴重一點 那 它有帶擦傷 可是它沒有呼吸 你要先處理什麼 處理沒有呼吸 它有一定的輕重反擊 那這個部分 有機會我再補充說一下 但是您剛剛的問題這樣說起來就是 一定要直血清創消毒 好了以後再做爆炸的動作 這是 但是 次序都是這樣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OK 時間一直都是永遠覺得不夠的 那很謝謝這段時間大家的支持 今年正式退休 從救護技術員的角度 我今年開始我沒有在跑 所以 以前都說我有在跑 那今年開始 今天1月8號 我已經一次直請沒有去 我本身是119的救護員 也就是說我每個禮拜有一天的晚上 會去119值班 坐在車子裡面了 我是其中一個人 所以我們實際上都會去做這樣的工作 那這樣的工作裡面 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善患翻譯 各位在所有的急救課程裡面 最後一個禁術中醫 有沒有 都會講到這一段 就是講到善患翻譯 OK 這一堂課都不重要 重要因為所有的急救過程裡面 你一定會碰到它 一定會碰到它 所以這個課程非常重要 當然先吹捧一下 但是看起來實在是沒什麼了不起 好 來我們來看 急救翻譯的目的是什麼 急救翻譯的目的 第一個 第一個非常重要的 是讓患者脫離危險的地方 早上林教練在說明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危險的地方 包括在車上 在馬路上 包括人多的地方 都叫做危險區 因為吸水嘴巴蛇也叫做危險區 因為吸水嘴巴蛇也叫做危險區 讓患者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就是這一類的東西 OK 最後一個就是讓患者進速中醫 得到醫院的治療 因為不管什麼樣的狀況 急救它基本上是一個傷患患者 在事發的現場做的緊急處置 但是它是一個處置 它不完全是一個治療的行為 它是治療行為的一部分 但是它不是根治的動作 OK 先說明它是治療的一部分 那這個部分也必須告訴各位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或許在座的各位會認為 今天你不管是一天的課程也好 兩天的課程也好 或是四十個小時的課程也好 你說我怎麼學 好像跟醫院裡面的醫生差了一大節 那我學這個做什麼 這邊一個心得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很多的狀況是事發當時 那個當下 你第一時間做的處置 會影響到你後續所有的 處置的效果跟效能 你一開始當下你所做的處理 如果沒處理好的話 後頭都很難處理 幾個很重要的東西 兩個東西舉例給各位知道 上上 沖泡蓋壽 好 沖多久 很多的說法 很多的說法 我在急診室裡面 我在急診室實習大概前幾天或後 有一年的時間 那一段時間就是 沒有跑 紅衣紅衣就是跑 在醫院急診室呆 燙傷的病患一進門 管他之前多久 沖水三十分鐘 他就在那邊沖 就這樣沖 少量的水 流動的水一直沖 一直沖 我個人親自去處理的就是一個小baby 還有一個軍人 眼睛被容器逼到眼睛 就是這樣 三十分鐘 最後不用醫生開個藥 然後回家注意看情況 他所有治療行為就是這三十分鐘 如果你這三十分鐘一開始就做 效果真的很好 你可以不小心自己燙一下試試看 第二個 CPR 等一下會介紹 各位可以絕對的了解 四分鐘後開始做CPR 跟事情一發生做CPR 那個效果偏狼之別 偏狼之別 所以各位絕對不要忽略了你 這一段是 這一個時間所受的 這一個說明的教育 OK 那麼注意的事下我們來看一下 你必須注意的是 現場是發生什麼狀況 狀況是否持續的話 我能不能處理 什麼人幫忙後退路線在哪裡 如何後退 簡單說起來 量力而為省慎計畫 OK 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人倒在那裡 跟五個人倒在那裡不一樣 對吧 簡單這樣講 對吧 三個人在擦傷 跟一個人腿斷掉 處理的情況不一樣 一個人處理 五個人處理 狀況不一樣 在四區裡面發生的事情 跟在三區裡面發生的事情不一樣 這些東西都必須在各位 開始在搬運患者之前 先規劃好 先思考好 在座的所有人員 思維謹慎 去做業 OK 那 除非有立即性的危險 否則就是 就地實施急救 除非有立即性的危險 也就是早上 這位學姐所提出來的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把它處理好妥善之後 才做搬運的動作 但是緊急危難的時候 有點顛倒 所謂緊急危難 我們就講 各位最清楚的就是 停止呼吸 停止心跳 那當然叫做緊急危難 趕快受 那個有一定的程序 我這邊不多說 但是 這邊緊急危難 各位都想到 火災 啊 一直在燒 當然趕快把你健康 但是原則上 這個部分一定請各位要有建構這個觀念 除非緊急 要不然是處理好 再做搬運的動作 好 換手 換手之前 固定檢查 頭、緊、胸、複、四肢的傷勢 可以需要的支拖、固定 才能搬到 固定好 固定好 頭、緊、胸、複、四肢的傷勢 就是早上 林教練所介紹的全身檢查那個程序 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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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做的處置 該做的固定 做好以後 再搬運 OK 請各位務必把早上的事情跟這邊 稍微把它串起來 這樣子的情況 OK 身體 縱向移動 或側向移動 什麼叫縱向移動 了解嗎 身體 這個是不是長的 這是橫的 像我現在有點橫的發展 因為越來越胖 這個叫橫的 縱向移動就是這個方向來移動 所以我可以腳朝前 頭朝前 不要手背朝前 這樣知道嗎 因為手背朝前就是用滾的 滾的 滾的 好 運送患者的頭 四肢骨盆腔 背部受傷 不可以坐姿運送 這些地方 頭部 坐著 四肢 是不是晃了 OK 你的骨盆腔 背部受傷 這個對患者都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那不可以坐姿運送怎麼辦 躺著嘛 可是躺著他也不舒服呢 告訴各位 患者最舒服的姿勢 就是我們最好的運送姿勢 請各位記著這一點 我送過一個骨盆腔 真的 他是 救傷復發 到最後他覺得他這樣最舒服 我就這樣把他送到醫院去 OK 這是他最舒服的姿勢 運送過程 隨時注意患者的生命真相 必要時候給你急救 也就是說 隨時要去注意患者的生命真相 生命真相各位還有印象是什麼嗎 呼吸 心跳 血壓 脈搏 膚色 紅孔 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 當兩個人以上實施救援的時候 實施搬運的時候 比較資深的會在頭部的位置 因為頭部在生命真相的表達上面來講 他是最明顯最敏感的 然後有比較資深的人員他在 頭部的位置就是方便他隨時觀察生命 生命真相 這一題如果有參加考試的人 會考 OK 無論如何擔架去 遷就患者 而不是患者去遷就擔架 什麼意思 我今天要把患者搬起來 蹦蹦蹦走三步 撞到擔架上面 還是把患者抬起來 擔架去靠近患者呢 就是這樣 可是有人就很勤快 他要把患者抱起來走三步 OK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很浪費體力 OK 除了常用的器材以外 把握時間 各地取材 做臨時性的單項 大家也知道 到時候就水活 然後就放在那裡 救護人員的基本注意事項 請各位注意一下 用你的大肌肉去運動 那這個東西最明顯的是什麼 用力方向是什麼 這樣子 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哪一個對 因為這樣子的時候 用的是你大肌的力量 這樣子用的是哪裡 腰 腰 像我覺得腰就受傷過了 二十幾歲受傷到現在三步五十 還是會痛痛的 因為那個時候是這樣子去搬的 搬槍 槍的裝在箱子裡 那就受傷了 沒有搬傷那麼重 OK就照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務必注意 但是還是經常就是漏掉 OK不要逞強 適時救援 多人搬運的時候 你一定要協調好 協調好包括什麼 包括含草令起立坐下 簡單講就是這樣 OK 患者是不是骨折跟脊椎受傷 早上師傅有大概談過 錯誤的急救 有些時候比不救還差 脊椎受傷就是其中一個 頸椎受傷就是其中一個 除非他真的有非常非常立即需要的 當你懷疑他頸椎受傷 你寧可讓他保持不動 這一點跟各位解釋到這邊就好了 OK 來拍個實力的照片 不要吐出來 因為有血 好 這個是一個外國例子 我跟各位舉例這個例子 其實不是要注意各位 各位注意 這個協調其實很重要在這一個範例 這個人在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人在後面已經靠過來 他要做固定幻合的頸椎動作 他有這樣子的動作 OK 現在看到了沒有 他在做這個動作 他一定要把它固定好了 上好頸圈之後 這些破壞動作的人 還在這邊把車子破壞 準備去把它拉出來 OK 開始了 這邊一個人 這個人還在裡面 對不對 他要把他拉出來 上半隻這邊拉出來 OK 床背板過來 這邊是不是還是固定到頸椎 在裡面這邊 還把人慢慢的送出來 拉出來 那這個人看樣子是不太 好 OK 注意一下 這個就是不必要的干擾 不要懷疑 這個是有管制才會這樣 沒有管制就在這裡 OK 這是可以做的動作 然後他黑小黑小把它扮成 OK OK 那 如果這個時候在公路上面 救護車沒在那裡 你這樣搬走有用嗎 沒有用 你還不如把它擺在那裡 了解嗎 好 就是把剛剛的東西延續 就是這樣 好 這是我們 救護車上面經常 我們都要做的事情 搬運的方式 基本上 機械跟主手 一個人跟多人 還有什麼 專業跟客難 這個是很客難 這也客難 但是不要忘了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專業救護隊才有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這個什麼 對專業的擔獎 特別的擔獎 因為它是為了讓 聽眾這樣發生掉牆 那這個Mr.J先生這個就 做參考 這個卡龍裡面才有 那這個很客難 在這邊先給各位一個觀念 能夠用器械的 就不要平准 能夠多人就不要單人 OK 能夠專業就不要客難 不是為了你要輕鬆愉快 而是搬運的時候一樣 你越輕鬆愉快 患者越舒服 你越輕鬆愉快 患者越舒服 這就是越對 看一下這張照片 患者頭在哪裡 這裡 患者頭在哪裡 這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談 患者 患者腳朝前 頭朝後 為什麼 因為這比較符合 原來我們行進時候的感覺 你行進的時候是眼睛看著前面 當你頭在前面的時候 頭在前面的時候 這樣子頭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點倒車的感覺 對 這樣好不好 不舒服 就跟你去坐捷運 你坐在那背對的行進方向一樣 很多人不坐 寧可站著也不坐那種位置 一樣的感覺 那四個例外 什麼例外 上車 上救護車 上救護車 上坡 上樓梯 因為你如果上坡的時候 腳朝前 你是怎樣 你奧賽當 你更難過了 對不對 上車上腹 還有進病房的時候 另外 因為進病房 所有的機械儀器 都是在靠牆的位置 所以你頭部先進 了解嗎 其他的情況 就是 所謂的 腳朝前 頭朝後 那剛剛這個為什麼這樣子 這個我會講 這個我知道 我可以甩車不動 因為上上下下 那上上下下 我寧可這樣 OK 好 所以最最重要的事情 跟各位報告 我平安去的 這個事情有聽說過嗎 有 有 患者 摔下去了 最明顯最清楚的一個個案 是在榮總 那個新聞報的很大 因為他不是直接一次他兩次 但事實上有沒有造成傷害 沒有 他只是單架軟腳 我們明年也叫做頓座 沒有壞 但是已經上心了 那如果真的你讓患者 崩摔下去 哇更慘 所以絕對不能做這種事 所有的搬運之前 不要忽略翻運的動作 一定要讓他安全穩當穩固去作業 而且運作的過程必須安全跟穩定 像現在在救護車裡面 都有甚至於一個觀念會建構起來的 如果患者不是特別緊急的時候 救護車不一定使用道路優先權 什麼叫道路優先權 就是紅燈他當然能夠走 但是先跟各位講 那不是絕對道路權利 如果不小心 還是有事情 所以不是絕對緊急的話 現在慢慢就會去 寧可 一定看了確定沒有來車 車子才會往前走 而不是說 我想過 衝啊 沒有了 沒有了 可是這邊緊急的話 就是 他的 等於說他的 用路優先是在理他 欸 不好意思 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這有盼力 欸 好 好 好 接下來跟各位 我們要動手做了 好 這邊為各位介紹的方式有這麼多 看這個就怕了 不用聽 我們一個一個來 好 一個一個來 好 這個時候 要請大家協助一下 我們一起來動作 前面三位 我們職業 model要出店了 來了來了 不用了 你要拍照 好 這邊 這個姿勢大家都很清楚 欸 看姿勢你們就會做了 對不對 會吧 確定會吧 好 我們請左邊的兩位 左邊的兩位先示範一下 這個怎麼做 單人 對 單人 欸 橘色的衣服是換著 好 來 親手 親手 OK 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 左手要做什麼 左手要做什麼 左手要拉標對不對 對 好 左手要拉標 還有嗎 再來 可以 其他的咧 基本上當患者這樣子之後 他是患者 對不對 好 患者這個時候 原則上他如果像他這麼清醒 我也不用這樣子跟他浪流 所以他原則上 我們都需要他有點虛弱 他有點神是不清楚的時候 才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必須注意一件事情 你要注意的事情 他不會注意的 兩個人要玩兩人三腳 兩人要玩兩人三腳 請你看著他的內側腳 內側腳要同步 原因在哪裡 避免不小心患者的腳 跟施救者的腳 打架 拐到了 跌倒了 那我們是不是剛剛有特別強調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不能讓患者再跌倒嗎 這樣就可以了 再示範一次 再示範一次 好 我現在要講 我們兩個都變壞腳了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請各位注意的事情 剛剛是這位橘紅色的衣服是患者 對不對 假設這樣反過來 這位 灰色衣服的是患者 請問幼子什麼狀況 來啊 來啊 來來看啊 你會發覺怎麼樣的一個問題 沒講你們又沒注意到 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施救者一定要遷救被救者的患者的高度 麻煩你稍微悲公俱膝一下 對 這樣了解了嗎 真的不夠可憐 OK 好 這是 單人扶持 好 先來這三位 如果換這次我們的model學長的話 好 那又是什麼情況 那又是什麼情況 我這個時候發覺他們在玩蘿蔔盾 哦 真的太犧牲了 真的當這種時候看患者的情況 可以的時候 患者去抓兩位學長 那你們兩位 那你們兩位 盡量去抓著他的地窩就可以了 稍微不夠 真的差那麼多的是 好 夾驗毛說好 要不然就要用其他姿勢了 了解嗎 其他姿勢 就留著他們三個 等一下再繼續表演 來稍微靠邊一下 有沒有辦法 還是輸一下 就是這個內側的腳 膝蓋 還有LOVE YOU 這樣子 簡單嘛 你注意看一下 這個是國際示範的 王建民的就是這樣子 王建民腳踝受傷 就是這樣被抬出去的 照片為證 這個不是我消掰的 好 剛剛這兩位 學長就可以 這個姿勢 為我們model學長來做一下翻譯 來馬上試試看 直接試 學長 學長 叫Mari 對 我也是 我都故意不先講 然後讓大家看圖試試 看看怎麼翻譯 來 所以這已經兩個人了 所以需要有一個人發號施令 誒 那位學長 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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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要往那邊走 夾手 你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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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擔心 你不是膝蓋 膝蓋 不是膝蓋 不是膝蓋 好 好 膝蓋 你不要看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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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都不滿意 應該是膝蓋 在眼睛 還會待大膝蓋 请客观看 我们来示范几个动作 两位先旁边弹一下 来 先弹一下 这个事我故意都没讲 这样留一手才表示我的关业 OK 如何让患者起来 一定是这样 我用弹起来 我头 注意看 我是抱着他的头 来 因为我没抱 马上靠到你前面的脸 他是不是 我用我的大腿建筑他的头部了 对不对 这你是不是给我空气了 OK 这样子 是不是还是跑得住他的头 我继续往前 对不对 要抬到前面 好了 学长你躺下了 没有问题 这样子 脚有点抽筋 好 刚刚还有一个动作 这个是因为抽筋所以拉 千万不要了 刚刚还有一个动作 这位学长没有注意到 他手是这样靠过来没有错 他抓住他的手 是不是这样抓 对 这样抓对吗 对 为什么 这样不小心他是不是会这样 OK 我避免他乱动 右手抓他左手 左手抓他右手 OK 或者 或者 两只手抓着他同一只手 都可以 这样避免我偷懒 这样了解吗 嗯 后面这位伙伴是这样子 前面呢 当然前面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您躺下没有问题 前面这位 大家一开始就很紧张了 不是抓那里 不是抓那里 为什么 他抓他的膝盖容易怎么样 整个重量下去以后 他的 不是 脚踝 他脚短 脚踝的话 膝盖会这样 就断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抓膝盖的上缘 这样OK吗 OK 可是还有一招 刚刚又忘了讲 还先讲 免得单个时间 刚这样子的时候 一二三起来的时候 如果 同时起来的时候 前面那位 因为重心会在后头 他整个会后仰 会跌倒 所以务病 后面这一位 比较支撑的人 一二的时候 二的时候 他就要稍微抬高了 三的时候 才一起抬高 因为这样重心会稍微往前 前面那位才不会往后倒 下来的时候 偏倒下来 一二三 当然下来 但是故意后面要稍微保留一点 高度 然后再放下 这样OK吗 好 換两位来 这个时候患者即使完全红迷都可以用 配合 这个时候患者即使完全红迷都可以用 他们完全为了让各位了解我刚刚讲的意思 所以做错误的示范就快来看 这样大家有了解吗? 都一定了解了 好 非常好 那怎么还有一张呢? 那一张做什么用呢? 如果今天搬运的距离不是那么遥远 你可以面对面 侧着走 侧着走跟螃蟹一样 横行发走 这样了解吗? 这两个菜 学长你可以先去做 谢谢 我还需要三位 这边三位 这边三位 我们换换好位 这边三位 你不会后悔了啦 一定让你回忆童年的 这边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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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滑 来 换换先到旁边 这边三位 我们看看他们两位怎么做 这边三位 这边三位 我们看看他们两位怎么做 这边三位 各位小时候玩七八打仗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要不然你们是怎么样? 好 刚刚两手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两只手要悟扣 两个人的手要悟扣 悟扣是怕另外一个人后来 不是 怕另外一个人真的不小心滑掉 两个人抓得比较没问题 你这样OK吗? 还没完完 哎呦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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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再来 先弹这个 来 试试干嘛 这个没有问题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来 万者先生 请来 太好了 很专业 这个时候就跟小时候玩的不一样 因为就直接坐上去 就不用化作 请记住这个情况换走 不迷的话可以吗 帅倒吧 不要急 还有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有一个盲点 就是说 刚刚这个 哎 过去出去 总是要坐电梯吧 你要有一个人按一下电梯 在座的人都不理你 请你自足一只手来按电梯 把他享受特权 他真正会 能我坐大堂去 你坐大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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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行 两万想大堂去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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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下面啊 坐坐 坐坐 来来来来 参照一下 哦 哦 好 先把三十手搭起来吧 你可以跟旁边的人试试看你怎么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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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这样好不好受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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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等一下 两位接受访问一下 请问这样子跟刚刚四只手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失礼 有 但是还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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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坐 他不动 他不动 他是我兄弟 他 遇到同事 所以 这是 就是 存出一只手 你在练习的时候 把一只手举起来 另外三只手去搭 就很努力的 把它 拉清楚了 这是三手抬法 好 谢谢三位学长 接下来我需要有四位 四位 来 这边 一二三四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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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两位 患者 看我抱着又来 好 好 年轻来 一个就好了 不用两个 一个就好了 好 这个患者是要冒着生命危险 他真的要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我患者请躺这一个方向 这样 好 真的让我 这个 这个 好 这个看过 我这边很快的跟各位报告一下 第一位 头部的这一位 他负责的是头颈 头颈 有到胸 没有到肩膀 可以 就这一段 OK 中间这一位 他负责的是腰部 接下来这位是臀部跟大腿 小腿就不要理他了 好 然后手伸到底下去 尽量往前伸 OK 让你的前臂都在患者的身体底下 这样 好 但是下去的时候 靠头部这边的 你的 单膝下跪 这样 高跪姿 头部这边踩高跪姿 好 你做到我刚刚解释的这一边 后头带挺我的姿力 好 够 够 够的话就换你摔下 你要过去一点 你要过去一点 好 注意我刚刚讲的位置 不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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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喊一二三的时候 请三位把它抬到 高跪姿的大腿上面就好 大腿上面就好 好 好 一二三 好 好 就这样撑着就好 就这样撑着就好 OK 这个部分介绍到这边 这个时候要有一个路人甲 赶快把单架 放进来 好 放上去了 好 然后三位 再喊一二三把它放上去 放到单架上面 一二三 中间 需要 不要 不要 我对不起 好 整番 各位 这个姿事叫做三人同侧 刚刚可以看到 大家会很担心 三个人为什么比刚刚两个人还紧张 因为两个人你都不担心倒下来 三个人你会担心他就摔下来 难道是患者比较重吗 不是主性 而是这样子的状况重心不稳 他比较容易偏差出去 所以他是一个零距离的 就是为了让患者能够上单架方便 所以这三位几乎是不动的 他只有上下才患 可是那么多人就只给他做上下 带他推 您到对面去 好 等一下患者先生能够转个像 脚朝那边 对 是 好 各位原来的姿势 原来的位置您到这边来就好 您到这边 好 先跟各位说明 这样子是为了让各位方便看 等一下 所负责的位置都跟刚刚一样 所以再过来一点 然后呢 伸进去之后 两只手 您的右手跟他的左手 您的左手跟他的右手 护扣 对 非常好 就是这个姿势再提一下 然后喊一二三的时候 一样是放在大者上 但是他们两个大者不是你的大者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必须往前 先蹲坐两步 往前走 要不然你跟他距离太遥远 手一定断掉 这样可以想像这样子 你就走这样子 跟大男一样 大男看过吗 好 来 请就位 伸进去 还没 先手伸进去 抓住手 手跟抓着手 好 真的是很累 好了没 我喊一二三 你记得往前 好了 第一二三 好 这边 这个时候再喊一二三就要起来 一二三 一二三 好了 可以慢过前进 你如果慢慢走 好 来 我靠下来 也一样先蹲下来 一二三 非常好 这个非常好 然后再喊一二三 你再蹲下来 一二三 辛苦你了 给这四位应的掌声 刚刚示范这个叫做三人意测 那三人意测有个好处 就是同样的精神 同样的方式 你可以变成四个人意测 五个人意测 如果是姚明那种身材 你大概可以七个人意测 了解吗 这就是一个搬运的一个长 比较能够长距离的一个搬运的方式 正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请各位 我特别强调一下 三人同侧 虽然以往的资料里面 都有说要站起来的情况 都有说要站起来的情况 甚至要这样子抱起来 但是基本上这个都太危险了 不要这样子使用 三人意测 记得手要骨头 手要骨头 OK 所以三人意测 同样的方式 就会变成多人多样 一样的前进 你的做法 OK 三人同侧 三人同侧 然后把它搬起来 这个就是三人同侧 三人的配合 OK 椅子 这一台 来办 作为搬运的工具 各位看来怎么样 不行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了 那要怎么办呢 我又吃了 我招怨太多了 不适合手标 那这一张呢 那好了 在座这一个环体里面 什么东西 可以作为我们 适当的搬运的临时搬价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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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等 怎么用 想让他悬下来 不管悬下来 悬下来 当这样子的时候 宁可不管小腿 除非他真的将受伤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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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的环境来看 是这样的 没有错 没有错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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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啊桌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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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在示范就是没有分子 因为没有分子 所有的就地局 我宁可选择睡袋 为什么 因为睡袋 我们如果人多的话 我脚子这样子包起来 有人要在桌子看吗 怕也怕 ok 这样子弄起来 绝对 你会觉得说抓这手抓的会很吃力 没有错 我也承认这样 但是绝对比你这样子 四个人抓两只手两只脚 这样子 所谓吊死猪的知识超多的 但是请各位注意 当你的搬运器材本身是软的时候 请特别特别注意 一定要有人扶持 腰部臀部这边 不要让他变成这样子 让他是平躺的 所以当这个情况的时候 如果真的宁可 除非脚骨折断掉 要不然所有的支撑的重量 就是在这一关 让腿脚能够自然下垂 这样了解吗 好 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 所以我很快来跟各位报告 这一类的盘子拖拉法 务必是拉盘子 不是拉他的脖子 OK 知道吗 所以这样 拉住 毯子 拉衣服 拉衣服 不是拉这里 对 拉哪里 肩膀这里 拉肩膀这里 这个拖双肩 跟刚刚把他撑起来的动作 有没有 一样 一样 拖脚 奇怪 上面已经够残忍了 为什么还拖脚 拖脚你可以想象的到 可是为什么还介绍这个 很危险 可是真的现场就需要把它拖走 那用上面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用下面 速度 速度 8 最主要是施救者跟患者体重差异太大的时候 这一点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你如果特别注意看